夫人騎車行進中 卻突然連人帶車側摔倒地 回頭看半空中懸吊著一條電線 凶手救死她 害得夫人騎車經過時被絆倒 自從上面那裡 然後一直到 一直沿著線到這邊來 還有一些是掉在水溝裡面的 蠻長的 對 蠻長的 你看它捲起來有那個 有那個捲度喔 救護車到場 受傷的67歲夫人腿部擦措傷 被送一急救 發現是開放性骨折 它摔下來這裡 這裡受傷的 然後腳這裡受傷 手這裡也受傷 去醫院判定醫生就說 那個是開放性骨折 現在已經送進去再開刀這樣 意外地點在台中大雅永和路上 11月1號上午10點多 夫人騎車經過 被電線絆倒 而這一條掉落的電線 是一家有線電視所有 警方已經要求業者說明 要釐清責任 新通知有線電視到場 那這條電線是 已經沒有在使用的廢電線 那應該 原判應該是年久失修 根據了解如果業者沒有跟傷者達成和解 對方一旦提告 實際管理電線者 將處刑法過失傷害罪嫌 可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10萬以下罰金 TVBS新聞蘇太寅台中採訪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